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 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英国小说演播艺术家田芳文凯倾情演绎 接垒上的形势万分危急 只听库菲拉克高声的喊道 快来救我 保安警察队中个头最高的那个人 挺着刺刀飞向了贾弗洛士 贾弗洛士两条小胳膊 端起阮卫内杆特大号的步枪 坚决地抵在了肩上 对准那个巨人射击 可是枪没有打响 阮卫没有给他的步枪安上子弹 那个警察哈哈大笑朝孩子举起了刺刀 没等刺刀碰到贾弗洛士 那杆步枪就从那大兵的手中脱落了 只见那名警察的脑门上中了一枪 养身倒地了 第二颗子弹 打中攻击库菲拉克的那名警察的胸口 将他撂倒在街道上 原来是玛丽丝刚刚冲进了街内 玛丽丝一直躲在蒙德托尔街的拐角 他的浑身颤抖 还犹豫不决 目睹了这场战斗的第一阶段 然而 可以称作深渊地呼唤的那种极度神秘的眩晕 他没能够抵制多长时间 面对千军一发的危难 他的疑虑一扫而光 手握着两支枪 便冲进了混战的圈里 第一枪搭救了加弗洛士 第二枪解救了库菲拉克 玛丽丝瞧见了楼下厅堂旁的火药桶 他正半转过身去 看那个方向 一名士兵却端枪瞄准了他 正要射击的当忽然一只手伸过来 抓住枪管并堵住了枪口 冲过去堵枪口的那个人 正是那个穿现容裤子的青年工人 枪响了 子弹打穿那个工人的手掌 也许还打中了他的身体 只见人倒下去了 而玛丽丝却安然无恙 在弥漫的硝烟中 这情景隐隐绰绰看不清楚 玛丽丝正往楼下的厅堂冲去 也没大细看 只是隐约望见对准他的枪口 以及堵住枪口的那只手 并且听到了枪声 不过在这种时刻 事情瞬息万变 目光不会停留在任何细节上 只模模糊糊地感到 自身被推向更黑暗的地方 周围乌云密布 起义者受到突然袭击 但是并不畏惧 他们又聚拢在一起 此刻安卓拉喊道 等等 不要乱开枪 的确 在初次交锋的混乱中 很可能打伤自己人 大部分起义者 上了二楼和阁楼 在窗口居高临下 同进攻的敌人对阵 此时 一个高一领大奸章的军官 举着配剑高声地喝道 放下武器 开火 两边同时枪声大作 在令人窒息的刺鼻浓烟中 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 在爬行 发出微弱低沉的声音 等到硝烟散去 只见双方的战员减少了 但是仍然留在原地 都默默地 重新地上着子弹 突然一个声音 雷鸣般地吼道 你们都滚开 要不 我就炸掉接雷 所有的人 都一起 朝着那个声音望去 原来是 马里斯 刚才 他冲进楼下厅堂 抱起了火药桶 趁着接垒圈里 硝烟弥漫 仿佛下了浓雾一般 就沿着接垒 一直溜到了 插火炬的石笼旁边 他拔出火炬 将火药桶 放在了一摞石块上 往下一压 桶底就穿了 真是易如反掌 抚养之间 马里斯就做完了这件事 现在 国民卫队 保安队 军官 士兵 在接垒的另一端 挤着一团 全都惊恐地望着马里斯 马里斯 站在乱石堆上 手持着火炬 照亮那张慷慨激昂 而又义无反顾的脸庞 只见马里斯 垂下火炬的烈焰 伸向乱石堆中 清晰可变的 漏底的火药桶 同时发出令人胆丧的 这一吼声 你们滚开 要不 我就炸掉接雷 炸掉接雷 那你也得同归于尽 对 我就是要 同归于尽 马里斯说着 就将火炬伸向了火药桶 而这功夫 接雷上的人全都跑光了 进攻的部队 抛下死伤人员 乱哄哄地 撤向了街道的另一端 重又隐没在夜色中 这是仓皇逃窜的场面 接雷解围了 马里斯视察完了 正要返回 忽然听见黑暗中 有人喊她的名字 但是声音很微弱 马里斯心声 马里斯惊斗了一下 听着声音 正是两个小时前 在普利梅街 隔着铁栅门 叫她的那个人 不过现在听起来 那声音只剩下一口气了 马里斯游目四望 却不见有人 她以为听错了 大概是神经产生的错觉 混杂到她周围 相冲突的 一乎寻常的现实中 她跨了一步 要走出街内所处的凹角 只听那个声音 又叫了起来 马里斯先生 这次听得清清楚楚 无可怀疑了 马里斯瞧了瞧四周 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 那个声音又说 我 就在您的脚旁边 马里斯俯下身子 这才发现黑暗中 有个形体朝她爬过来 向她说话的 正是匍匐在街道上的 那个形体 在彩灯光下 马里斯也隐约 看见一张苍白的脸 抬起来对她说 你认不出我来了吗 对不起 我认不出来了 我是艾波尼啊 马里斯急忙蹲下去 果然是那不幸的女孩 她女扮男装了 艾波尼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要死了 救人啊 我的天哪 真不明白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马里斯的手臂 试着插到艾波尼的身下 好把她揪起来 马里斯揪艾波尼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 艾波尼摔弱地叫了一声 你的手怎么了 我的手被打穿了 打穿了 对 是什么打的 子弹 好 艾波尼 是怎么打的 那会儿 您 没看见 一杆大枪 瞄准您吗 哦 我看见了 我还看见 一只手 堵住了枪口 嗯 那 就是我的手 好 艾波尼 你真是胡闹 谢天谢地 如果只伤着手 还不要紧 艾波尼 让我把你包到床上去 啊 有人 会给你包扎的 一只手 打穿了 死不了人 子弹 打穿了我的手 又从我的后背 出去了 玛丽丝 不必把我转移了 让我来告诉你 怎么做 会比外科医生 给我包扎 更好 您挨着我 坐到这块石头上 玛丽丝照搬了 艾波尼的头 枕在玛丽丝的膝上 眼睛并没有看她 她说 真好 这样真舒服 就这样 我的伤 不疼了 听我说 我不愿意捉弄您 我的兜里 有一封 给您的信 还是昨天的事 人家要我投地 我却把信 扣住 不愿意让您收到 可是 等一会儿 我们再相见的时候 也许 您要埋怨我 人死了 还会见面的 对不对 把您的信 拿去吧 她那有弹洞的手 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了 惊弯地拉住 玛丽丝的手 拉进她照一兜里 玛丽丝果然摸到了一张纸 拿去 拿去吧 玛丽丝拿了信 艾波尼满意地点了点头 现在 玛丽丝先生 您该酬劳我了 请答应我 爱波尼 答应什么 先答应我 好 我 答应你 请答应我 等我一死 您 就在我的脑门上 吻一下 我 会感觉到的 艾波尼的头 又倒在了 玛丽丝的双膝上 眼皮合上了 玛丽丝以为 这颗可怜的灵魂 已经离去 她见艾波尼 一动不动 以为她长眠了 可是突然 她又慢慢地 睁开眼睛 露出的 却是幽渺 深邃的死亡之光 对玛丽丝说话的声调 非常的温柔 也仿佛是来自笔戒了 哎呦 玛丽丝先生 我觉得 我早就爱上您了 艾波尼勉强一笑 随即便永远地 合上了双眼 玛丽丝丽丝丝居行诺言 在艾波尼躺着冷汗的 苍白的额头上 吻了一下 这不是对 可塞特的一次不忠行为 而是怀着温情的怀念 向一颗不幸的灵魂 告别 玛丽丝从艾波尼的手中 拿到信 内心不禁为之震颤 她当即感到事关重大 急不可耐 要拆开看看 人心天生如此 不幸的姑娘刚刚合眼 玛丽丝就想看信 她把艾波尼轻轻地放到地上 便走开了 有一种感觉提醒她 不能在这尸体的面前 念这封信 她走进楼下厅堂 凑进了一支蜡烛 拆开信 轻轻地念叨 我心爱的 我的父亲 要我立刻动身 今天晚上 我们要住到五人街七号 再过一周 我们就去英国 爱你的可塞特 六月四日 玛丽丝的身上 带着活叶夹子 当初 他写下许多对 当你家没有找见你 我知道我对你发过的事 我信守 可塞特 我决意一死 我爱你 等你读这封信的时候 我的灵魂 会到你的身边 冲着你 微笑 玛丽丽丝把信 折好之后 再拿出夹子打开 用同一支铅笔在第一页上写下了几行字 我叫玛丽丽丝 我叫玛丽丝 彭麦西 请把我的尸体 运到我的外祖父家 沼泽区 修女街六号 基努曼先生家 玛丽丝把活叶夹放回到外衣兜里 就喊 加弗洛士 那个流浪儿 听到玛丽丝的喊声 赶紧的跑过来 玛丽丝说 小家伙 你肯为我办点事吗 办什么事都行 仁慈的上帝 说真的 没有您呢 我早就让人扔到汤锅里去了 这封信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你赶快拿着 立刻离开街里 明天早上 你把信送到这个地址 五人街七号 歌风先生宅 交给克塞特 歌风小姐 好吗 行啊 可是 要是在这段时间 街雷让人家攻占了 可我却不在场啊 看样子 天亮之前 不会攻打街雷了 明天中午之前 也攻打不下来 嗯 那 哎 现在 刚刚半夜 五人街又不远 我这就把信送去 我回来啊 还能赶得上 六月五日这天的前夕 人阿让带着 可塞特和都圣 搬到五人街来住 在那里等待他的 却是一场 出乎意料的突变 可塞特不愿意离开 普里梅街 自从可塞特和 玛丽斯相依为命以来 可塞特和 让阿让 还是第一次 各有各的意愿 他们前往五人街的路上 都闭口无言 各自想着新事 这次 让阿让几乎是 仓皇逃走 离开 普里梅街的时候 只带着可塞特 称为 形影不离的 那只 熏香小箱子 若是 装得满满的 大箱子 就非得 雇人搬运 不可了 而搬运工 就是 见证人 他们叫来 一辆马车 从巴比伦街 那道门 上车离去 都圣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获准包了几件 衣物和梳妆用品 而可塞特 只戴上了文具 和西墨纸 让阿让 要神不知 鬼不觉地转移 安排天黑 才离开 普里梅街的小楼 这样一来 可塞特 就有时间 给玛丽丝 写信了 他们到达 五人街的时候 天已经 完全黑了 五人街 那套房子 位于后院 在三层楼上 有两间卧室 一间餐室 以及连着餐室的 一间厨房 还有一间 小阁楼 里面 放着一张 帆布床 是给都圣 预备的 餐室也是过厅 将两间卧室隔开 房中生活必需品 一应俱全 晚饭以后 可塞特借口 一直偏头痛 就向父亲 到了晚安 躲回卧室去了 让阿让 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重新又有了安全感 他缓缓地走来走去 目光落到一样 奇怪的东西上 他看见 对面 出名其后 触上前倾的镜子里 清晰地映现出几行字 我亲爱的 我父亲 要我立刻动身 今天晚上 我们要住到 五人街七号 再过一周 我们就去英国 爱你的可塞特 六月四日 人啊让惊呆了 戛然止步 可塞特到达的时候 就随手将吸墨纸丢在厨上的镜子前 心中正惆怅百节 就把他望在那里 甚至没有注意吸墨纸摊开了 正巧翻在他昨天写信用的那一页 信是交给路过普里梅街的 那个轻功送去的 而几行字却印在吸墨纸上 镜子又把字迹映现出来 这就产生了几何上所谓的对称图像 印在吸墨纸上的反字 在镜子里又震过来恢复原形了 这样一来 人啊让就看到了昨天可塞特写给玛丽斯的信 这件事情很简单 但是却给人啊让以致命的打击 人啊让走进镜子 又看了那几行字 却不相信这是真的 看上去好像是闪电光中显现的 是一种幻视 然而这不可能也根本就不是幻觉 辨识越来越真切了 人啊让看着可塞特的吸墨纸又恢复了真实感 人啊让亮枪了一下 吸墨纸从他的手中失落 身子一下便摊倒在厨纸上 他心想这是明摆着的事 人世的光明将永远的消失了 这种令人心碎了 这种令人心碎的事实一摆在让让的面前 他就心碎了 他心想我只是个父亲 对可塞特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他心里叨咕着 可塞特要离开我 要远走高飞了 于是 然而让感到的痛苦超过了极限 他全部复出之后 却落到这种下场 痛苦过了头 最坚定的信念也要迷惑 显然 他的内心乌云翻滚 看来 他的灵魂世界完全崩溃了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